Hello大家好,我是多姿处福利部的Rina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些不一样的话题 其实在这段时间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加拿大的福利 比如说EIR,CRB啊等等 但是其实还有一项福利呢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 但是又经常被忽视 那就是交通意外之后的福利 那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 大部分人出行都要开车 那车险费用也成为了每个月的必备支出之一 那如果万一出了交通意外 你是否知道要怎么去申请交通意外之后的那些福利呢 如果你不知道 那请你一定要花两三分钟时间把这个视频看完 那有人可能会问 交通意外之后的福利交给保险公司不就好了吗 但其实加拿大大大小小的车险公司众多 每一家公司处理交通意外的方式和原则也都不一样 如果你不清楚车险背后的一些弯弯绕绕 很有可能就会被保险公司糊弄过去 牵着鼻子走 拿不到本该属于你的最大化的利益 在交通意外发生之后 很多人可能先会去关注自己车辆的损伤情况 车损固然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建议大家第一时间拍下自己的车损照片 但是比车辆更贵重的是我们的身体 很多人可能当时觉得自己有一些轻微的不舒服 就没有放在心上 但我在这里真的想告诉大家 就算只有轻微的身体不适 也一定要及时去就医 并保留好自己的就医记录 为什么要保留好这个就医记录呢 因为有一项交通意外之后的福利 是专门针对这种轻伤的情况的 那就是轻伤补贴 最高呢可以补贴3500加币 那这个补贴呢是pre-approved by law 也就是说在你claim payment的时候 是不需要提供医生证明的 如果大家想要申请 一定要尽快在意外之后 向保险公司递交personal injury claim 不管身体的伤害有多小 你都应该去就医 并去申请这项补贴 因为很多人呢 一开始不把这些小病小痛当回事 但时间长了才发现 这些小毛病 却会导致后面身体出现大问题 甚至成为终身的病痛 建议大家及早就医并申请 如果大家是在过去两年 发生的交通意外 但错过了福利的申请 我们的律师呢 也可以帮您去追溯回之前的补贴 但金额可能会有所减少 并且越晚申请 保险公司问的问题也就会越多 需要的证明材料也会越来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大家尽早claim补贴 不要拖延 申请交通意外相关的福利 请律师是非常有必要的 除了交通意外后 不管您是受了伤 还是暂时无法工作 都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会推荐律师为您提供免费的咨询 帮助您做出对您最有利的决定 这样你就能知道 你可以领取什么样的福利 交给专业人士去做 能够保证你少走很多弯路 我相信大家都不想遇到交通意外的情况 但是如果不幸万一遇到了 最重要的就是事故发生后 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 很多人在事故刚刚发生的时候 他们整个人都很懵 而且非常的手足无措 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 其实在意外发生的时候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点 把第一步做好之后 后面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意外发生之后 首先我们需要下车交换双方司机的个人信息 建议大家拍照留存对方的三份文件 那就是驾照证反面 车的ownership和粉色保险单 然后如果事故不严重 建议大家在24小时或48小时之内 去Collision Report Center 如果事故比较严重 则需要拨打911找警察来协助处理 如果大家有任何不适 可以叫ambulance来检查一下身体 并保存好ambulance提供的report 确保你有一个record 有一个证据 如果身体的损伤比较严重呢 则需要及时去医院 同样的也要保存好这个record 大家一定要注意 记得在就医一到两天内 也就是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家庭医生 家庭医生的daily report 也会成为重要的证据 如果医生开具了药单 叫你去药房买药 这些药房的receipt也都要留好 去完报案中心之后 我们需要立刻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告知自己的保险公司出了交通意外 并且把交通意外的相关事项 告知保险公司 同时告诉他们自己需要申请车辆的定损 以及人身伤害的claim 如果大家还想要了解更多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微信 我们会安排律师为您进行 一对一的免费咨询 并且律师的费用是不成功不收费的 下一期视频我会为大家讲解一下 交通事故的过错方和受害方 都有哪些福利和补贴可以去申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